色彩三要素 色彩三要素 色彩可用的色调、色相、饱和度、纯度和明度来描述 人眼看到的任意彩色光都是这三个特性的综合效果 这三个特性即是色彩的三要素 其中色调与光波的波长有直接关系 亮度和饱和度与光波的幅度有关 表示色彩的前后通过色相、明度、纯度、冷暖以及形状等因素构成 一、明度高的颜色有向前的感觉 明度低的颜色有后退的感觉 二、暖色有向前的感觉 冷色有后退的感觉 三、高纯度色有向前的感觉 低纯度色有后退的感觉 色彩整有向前的感觉 色彩不整,边缘须有后退的感觉 五、色彩面积大有向前的感觉 色彩面积小有后退的感觉 六、规则型有向前的感觉 不规则型有后退的感觉